我真的没想到我来到中国之后 星座竟然会成为其中一个文化冲击 是的,没错,就是星座 有非常多次我跟我的中国朋友开始聊天 大家聊一段时间之后会开始问你 你是什么星座的 如果你不知道呢 比如像我 他们就会问你的生日然后推测出来 因为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就会通过星座开始分析 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 甚至你的另一半应该是什么星座会跟配合等等 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老婆有不愉快 我老婆去跟她中国的闺蜜吐槽我 然后她中国的闺蜜就开始看我们两个 分别是什么星座 然后开始分析我们两个合不合适什么 在美国或许有一些人也很喜欢谈这个星座的事情 但至少我在美国长大 我自己基本上没有碰过朋友们 开始聊天然后聊星座进行分析 但是我来到中国后 这个变得挺普遍我觉得 说实话 一开始我挺不习惯的 因为我自己呢完全不懂什么星座 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我的星座是什么 别人肯定有告诉过我 我也忘记了 每次别人知道我是什么星座 他们就会开始分析 说你是这样这样的人 这样这样的性格什么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开始反思 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舒服 或者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融入中国社会 找中国朋友的一个过程 我老婆也告诉过我 一般在女生之间比男生之间会更流行 为什么大家那么热衷于星座呢 可以告诉我吗 我真的想更加的了解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